好我们看到财经两大首长都一直看多台股 那么台股最近也气势如虹 股市好但是房市相较之下 最近呢我们看到这房市是冷冷清清 政府一直说要打房 那么房价没有打下来 交易量打下来了 交易量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房仲业者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房仲业者不断的在拓展店面 但是呢开店的加速却赶不上导电的加速 今年光是在双北市有174家的房仲店都倒电了 业者说主要呢就是因为奢侈税打房的效应 让买房客缩手交易量下滑 才会掀起了连番的关店潮 奢侈税打房这两年 大概关了三家有这么多 对本来这一排五家都是房仲公司 讲起已经倒闭的房仲店家 就算过去是竞争对手 但店长也叹气 曾经因为看好南港房市 重阳路上短短50公尺就开了五家房仲店 如今只剩下两家存活 就在房仲街上头可以看到呢 这里呢过去本来是房仲的店面 但是呢现在呢大大的出租布条就贴在这里 房仲搬走一年了 但是目前依旧是法人问津 门口的招牌拆了好久 本来连着五间房仲 现在三角窗第一间改卖面包 另一间变诊所 更惨的到现在还租不出去 导电率高达六成 店长说过去南港这边单店一个月交易五间 今年以来一半都不到 以这样的三千万大豪宅类的大概量说最少也是对半 房东第一个要支持他愿意给我们降房租 房仲店面开得快 但其实关得更快 根据统计全台今年倒闭的店数就高达384家 其中双北最惊人 一整年有174家店关门大吉 碰上奢侈税打房效应冲击 仲介业者甚至预言明年导电数会逼近500家 到今年11月为止 全国的买卖移转洞数只达到30万洞 今年的房市交易量恐怕向下修正3% 再加上民众买房的意愿不高 走了11年的多头房市 可能画下据点 三例新闻定时分云成虎综合报道